可以先看一下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 因為呢 我們只有100 加上樂透採就101跟102 就太少了 那其實如果你想要知道說歷年來 什麼叫歷年來 你可以Google一下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我找到一個 最完整的 他叫樂透雲 樂透雲裡面的話有個規則你會發現 他就禮拜二禮拜五嘛 所以這個是 上個 禮拜五 11月19號開的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有沒有 然後禮拜二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一定是1到49號 那他會把他已經把 歷年來所有的都 在這裡面 但是他分業了 什麼叫分業 這個是第1頁 第1頁到8月10號 那第2頁你點下去 這邊的話就叫8月6號 有沒有 那一直到哪一天呢 往下就4月27 那如果你要再往下就第3頁 第3頁的話就4月23 那你會想說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所有資料都抓下來的話怎麼做 那以前你可能 只能突發鏈鋼了吧 有沒有 選起來 Ctrl C Ctrl V 但是問題是這邊總共有幾頁呢 總共有64頁 那64頁的話 你這樣Ctrl C Ctrl V 其實完全沒效率 而且 如果假如這個資料會變動的 比如他再增加了 那怎麼辦 你以後再把它C Ctrl C Ctrl V 所以永遠都做不完 那假設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可不可以寫一個這個 VBA 的層次 然後呢 讓我自己去執行它 自動就把所有的資料都抓下來 並且呢 告訴我歷年來哪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甚至呢 自動用 如果可以結合AI的話 自動幫我呢 估算一個 最有可能下一期開出的號碼 這個的話如果說你假設要把這個東西拿來 銀利的話 是不是也有一個商業模式出來 對不對 但你 報名牌可能如果不準的話會會砸台 所以你是可以 假設你是推薦的 可能就是說一個比較 大概的模擬兩可的一個 號碼 或者是僅供 會員使用之類的 或許其實也是一個 這個商機 因為我發現我每次講到這部分的時候 錄影片 YouTube上面就是 底下就有留言說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怎麼算名牌 我說你搞錯重點了 我重點不是叫算名牌 我只是在教Excel而已 OK 所以你不要 甚至我遇過一個學生 下課的時候真的在門口 然後跑來跟我講 而且年紀還蠻大的 老師我已經把所有的 號碼都收集 你可以教我 我聘你當家教都可以 我就很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 所以其實他這個是可以做到 只是說他沒有辦法完全精確 如果完全精確 我就不用來這邊教課了 是不是 我就自己算好 我就中獎 我當然 這個 裡面 不過有個重點 你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點選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這個網址 有沒有 其實只有一個地方變動 也就是說呢 當你點選任何的頁面的時候 他這個任何的頁面 他都會把這個頁面上面的數字 放在這裡 也就是你如果點第3頁 這邊會變3 其他不變 有沒有 其他是一個 網址 但至於這個結構 你們自己可以 再去了解一下 這個是他的 前面是他的網 網站的位置 後面這個就是 點asp 就是他的程式 問號就是 執行什麼參數 那參數名稱 就indage page 等於3 然後而且 and的話就是另外的 參數 order by 等於new 等於new的話應該就是 由新的 排在族 但如果你把new改成old的話 他應該就顛倒 所以 如果我今天假設 我知道這個規則 那我把它點4的話 你會發現 他這邊的 程式 他的網址 其實就是只有這個變動 所以我只要 寫一個vba程式 假如我先會下載第1頁 然後把 這個下載第1頁的程式裡面再加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範圍就是fori i等於1到64的話 然後再把這個數字變成i 那我就可以 逐一的把網頁的資料 全部下載下來 那這樣不就ok了 所以下一次上課也許會教各位 如果去抓取 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基本上 我是覺得 網路爬蟲 這個 可以簡單 但也可以複雜 因為網頁的世界 其實非常的 多東西 那 只要他能夠放在網頁上的東西都抓了下來 但是呢 這個所謂的倒高一磁 磨高一磁 磨高一磁 就是他可能會防止你去抓取 所以很多網站他的形態不一樣 可能你在抓取資料的那個模式 可能就要變動了 這裡面其實會有很多 可能衍生出來的不同規則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把所需要的資料 就是把它抓下來 這其實還蠻重要 甚至好像那個 去年或上學期 好像有同學問說 因為好像 每年好像那個 金融園訓願還是哪裡 就會辦比賽 比賽就比什麼 比那個爬蟲 那爬蟲的話就是你 只要寫出一個規則 爬取某些資料 做出什麼結果 那他就會去 把這個當作品 然後將來的話 去 就是 就是把那個名次給選出來 那好像最高獎金我印象中 超過六位數字吧 所以其實也是還蠻誘人的 甚至好像不是一個單位 我記得好像教育部也有辦這個比賽 跟爬蟲有關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拿獎金 第二個 如果你也拿到名次的話 他將來面試的話 其實就有一個證明的 你看 我是一個爬蟲高手 說真的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爬蟲高手的話 你就跟我 我剛剛跟你講的 就不是 工作來 你不是去找工作了 其實是工作來找你的 也就是說呢 你是可以選擇你的工作的 OK 所以要前提要創造你到底有哪些 內容 如果你完全沒內容的話你就是只能慢慢找工作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 就是要把這些公式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六個按鈕 所以 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來講VBA了 所以請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那 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要 做六個按鈕 本來 其實前面我們只有做 兩個按鈕 對不對 現在的話要升級了 升級成六個按鈕 所以又多增加了 所謂的 底下的功能 那 第一個呢 功能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清除應該沒問題 清掉這些範圍資料 那樂透 彩的話就是輸出之後 自動又把這個 裡面的 結果 給顯示出來 這是第一個 OK 那第二個就清除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公式 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會先需要寫一個樂透彩 的sub 然後一個樂透彩清除 再來的話呢 就是什麼 我希望呢 幫我把排名在前七 名的 名次 當然我第一個想到 幫我把顏色 除一下吧 比如說這個是 因為如果要找的話 沒有這個七找到了 那問題這邊如果可以塗個底色是黃色的話 油系統幫我加一下 那該多好 可是問題這邊有七個名次 你可能要這樣眼睛找 自己在那邊填 那如果假設不是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格式化 它會自動幫你填 有沒有 底下全部都填好了 第四名 第1名第6名 那這個規則 還有一個格式化清楚 這個規則其實很簡單 就是 一樣是for i 等於第2列 到第43列吧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 幫我判斷那個 指定的 一欄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有個規則 它只要小於 等於7的話 有沒有 小於等於7 那做什麼呢 幫我把它 對應到的同一列的 A欄的資料 底色呢 改成黃色 也就OK了 所以這裡的話會需要 總共程式大概就寫五行吧 兩行是for net 兩行是if and if 邏輯 那中間一行就是 把指定的欄位的底色 改成黃色就OK了 大概是這樣 那名次 不過就格式化已經蠻方便的 但是 可能做完之後呢 同學說 老師這樣還是很不方便啊 我還要捲動 很累 然後捲到底下 才能看到 那所以呢 後面我就產生一個 欄位 叫前七名 你乾脆列出來就好了 所以有點像 你做好給老闆看 老闆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輕鬆一點 你不要讓我一直在那邊 還要動手 捲動滾輪 很累耶 你乾脆給我按鈕 按下去自動前七名告訴我不就好了 對不對 那怎麼做 其實邏輯跟那個格式化很像 差別只是說呢 把同一列的這個數字 直接怎麼樣 帶到 指定的 F欄 的這個位置 那特別注意喔 F欄的第幾列 第2列 但問題來了喔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他 先放第1個 在第2列 那往下變成第3列 其實就加1 把2加了1就變第3 然後再加1變第4 一直在推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 一個一個的把它往下放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今天我們要把它完成的 好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樂透彩 跟樂透彩清楚 再來看後面這個 這個是第2步驟 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完成這個樂透彩的按鈕 那第1個我們怎麼做呢 我把這個先關掉 我們重來 假設我們這還沒做 我又恢復到剛剛那個地方 那第1個呢 請你把什麼 開發人員叫出來 這個應該還記得吧 這個 開發人員預設沒有打開 第2個的話呢 把開發人員的V 就Basic 點開來 這個時候的我們就不用錄製去 因為錄製去其實缺乏彈性 很多事情其實也做不好 乾脆直接自己寫 那怎麼寫 首先第1個 我們打開Visual Basic之後 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 如果你要撰寫對應的程式的話 請你直接按滑鼠右鍵 插入模組 也就是說呢 以後反正你只要寫 按鈕的程式的話 一律呢 都寫在模組裡面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任何模組 所以呢我們就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以後把程式寫在那邊就OK 按右鍵插入模組 這邊就一個Module 1 那我們按鈕名稱叫什麼 叫樂透彩 所以呢請你在這邊打一個sub 空一格 然後呢後面就是那個按鈕的名稱 叫樂透彩 好 這樣就OK了 按Enter 那把程式寫在中間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字太小了 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我建議是把撰寫風格製造在放大 至少12號字 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 可以把這些公式分別輸出到 BCDE 這幾籃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跟他講範圍 我的範圍是在 第2列 所以你就打4 i等於第2列 到43列 Enter兩下 然後 這邊掃 2 Enter兩下呢 打一個net 有頭有尾 OK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幫我輸出公式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的話呢 叫什麼 前面我們寫過類似的 Sales 儲存格 哪一列 第i列 的第b欄 b欄的話呢 我們前面寫過 就是打一個 前後雙引號 然後加一個 中間就是它的欄位 等於你先打一個雙引號 意思就是說呢 把後面的公式 放到前面 那如果裡面完全沒有就清楚了 所以其實 我們乾脆先寫清除算了 清除的話就是 把b 然後這c 切一下 分別就是bcde 這個bc d 這個e 那你甚至可以先把這個 範圍的程式複製貼過來這邊改成清除就好 一試之後裡面沒放東西就清楚了 那 再來解決就是輸出公式那怎麼把公式放進來很簡單 跟前面一樣喔 第一個呢 注意兩件事 就是公式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沒有 OK 有沒有 其實用那個第1名稱的好處啦 就是你的 公式裡面呢 基本上就不會有雙引號 所以呢如果你用第1名稱配合bba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 非常好 絕配 為什麼因為很多地方不需要改 那我只需要怎麼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有沒有 複製完取消切過來把它貼到這個公式裡面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把這個 裡面的裂號 因為你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他這個裂號 他會變成 怎麼樣呢 這個裂號部分的話 他會變動 所以記得把2改成什麼 改成i嘛 還記得那個規則吧 其中包含裡面的同學說 其他bba都不記得 大概就這個地方 i的部分 口訣什麼 算號兩個嘛 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加個i 把那個i串在 這個地方 那記得呢 and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就是這個and i and後面的東西串在一起 好那c的話做什麼 其實c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Ctrl C 貼到 c的話其實是102 所以其實很簡單 乾脆貼來改算 把這個改102 d的話是什麼 d的話就是 這一串 b c取消 然後切過來 切過來 那一樣把這個2的部分 改成i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 直接 拿這個and and雙引號 這個a後面這個雙引號 到雙引號 然後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2呢 也是一樣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拿這個 把它複製取消 那一樣把它貼到這個裡面 那你只要看到有2的地方 就把它拿這個 貼到這邊來 所以我直接把它貼過來 剛剛貼過了 然後拿什麼 拿這邊 雙引號 到雙引號有沒有 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2上面 蓋過去就ok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這個如果以後熟練的話 真的很快就 寫好了 ok 那這個已經就 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清除 清除應該 全部都把它清空 不見得對不對 再執行 全部恢復了 有沒有 那你只要再插入什麼按鈕 按鈕的部分的話就是這邊加個樂透彩 然後這邊加一個樂透彩 然後這個我習慣複製這個按鈕 貼過來 然後這個 按右鍵 重新再指定 樂透彩清除 大功告成 按下去 有沒有 就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基本上我們重點回顧一下 1 請你 開發人員叫出來 點選 這個Visual Basic 然後2的話呢 記得插入這個模組 如果你沒有模組的話 插入一個模組 再來的話呢 這是1 這是2 3的話記得 因為我需要按鈕 叫做樂透彩 所以我這邊叫Sub 樂透彩 然後分別把這個程式打上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 至於細節 程式內容 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雲端 白板上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設計畫面 詞